为什么是汉娜我们的伴侣? 我们是直接的 1941年春天 乌克兰的上空明媚灿烂 琴瑟和鸣的悠扬乐曲 正在一座歌剧院内交织汇聚着 回肠档气的渲烂效果 任何人听罢都会心荡神弛 而演奏者阿布和丽莎 则是被苏联教育界美誉的音乐小神童 这让同样热爱音乐的德国女孩汉娜 眼线不已 期盼着能与之成为好朋友 会演结束之后 汉娜便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 表明来意想和他们一起学习音乐 而作为犹太人的阿布和丽莎 一开始对眼前这个德国女孩还略持警惕 没有过多交流 他俩又要去准备音乐巡演的 汉娜无意间剪刀的丽莎一落的乐谱 那是一首美妙的曲子 但她还是失落极的 她害怕不能与他俩成为朋友 毕竟音乐神童是那么的优秀 他们配合默契 造诣极高 共同演奏出来的音乐是如此设人心魄 小小年纪便能代表苏联的骄傲 到全国各地进行巡演 还面见到当时的最高领导人 列宁同志 甚至还受到了美国卡内基音乐厅的邀请 回到故里之后的他们 因老师和父母的安排 与汉娜开始一同学习音乐 一开始 阿布布满父亲这种收钱 要他拉琴的行为 可在他们共同的音乐老师 和善温柔的劝说下 阿布受到启发 渐渐开始感悟灵魂深处的音乐 而此时 汉娜也正接受着母亲的教育 并以德国人和犹太人的种族不和 来劝谏汉娜 放弃与神童们做朋友的想法 而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还有共同兴趣的驱使 三人渐渐地成为的 形影不离的好伙伴 小湖边的战桥 正是他们戏耍的长去之地 他们在这里 共同演绎着友谊之歌 此时风情美丽 色调温暖 映衬着孩子们内心童真的感情 纯粹而美好 汉娜在此也得到了余仙子的外号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两国还是交战交恶的 随着苏军的胜利 德国人在此地的待遇保障 受到重重打击 汉娜一家为了避险 只能东躲西藏 受尽磨难 但胜利一方的乌克兰人民 也并不好过 阿布的父亲 被迫征兵离开家园 奔赴战场 丽莎的父亲在医院每天也接受着战场上 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 情况如此危急 但此时的阿布和丽莎两家人 经过再三权衡过后 还是为了伟大的情谊 不惧连坐的风险 帮助汉娜一家躲进了啤酒窖里 后来 在阿布和丽莎的帮助下 汉娜一家又转移到了郊外的小屋 过着简单 却心惊胆战的生活 不过 两位小神童会常来探望他们 三人一起在小屋内演奏着那一曲动听的友谊之歌 外面有着战火的纷飞 种族的争端 但小屋内只有三个孩子在音乐上的心有灵犀 在这复杂而矛盾的尘埃中 这真挚又尖锐的感情显得弥足珍贵 仿佛是一颗历经风霜 却依然一意生辉的钻石 可是战争的动荡正觉得翻转无人可料 转眼间变成德军获胜 大肆占领了乌克兰 汉娜一家终于不用再逃亡 他们得到了德军士官的庇佑 重新回到了曾经富足的生活 而此时 正在医院为受伤苏军战士演奏的阿布和丽莎 却直面了战争的残忍和痛苦 阿布的父亲在战场上失去的右手 医院里无数伤残的战士 他们的鲜血 伤口都历历在目 炮火业席卷的医院 还好孩子们有惊无险 乌克兰终是沦落在德军的铁骑下 街头人人自危 外有德军大肆搜查剥削着犹太人民 内有贪生怕死的萧小之辈 准备着举报 整个社会一片恐慌 低气压笼罩在每一位平民身上 而此时德军更是要求50岁以上的犹太人 按他们的要求办理 开着火车 将他们拉向不知名无归途的远方 德军对于犹太民族的虐杀 也就此拉开序幕 阿布和丽莎 此时也失去了他的爷爷和他的祖母 两家人各自嗅到的危险的气息 共同准备逃离这是非之地 而此时的他们 像急得当初的汉娜一家 他们无处可去 只能蜷缩在啤酒窖里 等待着汉娜一家的支援 可由于汉娜的父母 正与德军详谈啤酒生意 导致饥寒交迫的他们 迟迟没有等到救援 深夜 阿布忍无可忍 他凭借娇小的身躯 趁着夜色 找到了独自一人在家的汉娜 他们一起行动 在啤酒厂工人的帮助下 终于转移的阵地 但事事难料 他们在转移的途中 正面遇上了德军的队伍 而啤酒厂大叔 拙劣的演技和可疑的借口 终究还是没能换取德军的信任 他们像是恶魔一般 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攻击的啤酒厂大叔 情急之下 音乐老师挺身而出 持枪攻向德军 急声枪响后 德军虽被击杀 但他也被德军所重伤 奄奄一息 而众人 只能将他带到湖畔旁 在一众的祈祷声中 他的身体慢慢沉向湖底 长眠于此 安息于世 这样残酷的现实 被血淋淋地 斩露在孩子们眼前 对他们的世界 造成了过于沉重的冲击 而在路过一片 伪军踢压犹太儿童的土地时 众人劝说汉娜 却表明自己德国人的身份 凭此回家 因为按现在的情形 带着汉娜 只会陷入两难的境地 汉娜 玻璃盘栓 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 前不久 德军的暴行还近在眼前 这时候 却让他直面这样一个 飙行大汉 他太畏惧了 畏惧到师生 说不出话来 而伪军 却直接把他认作犹太小孩 强迫他在地里劳作 甚至说出 等他们劳作完了 再一起解决掉这种话 而汉娜 只能胆怯地埋头苦干 两家人也按之前的路线 逃到了郊外的废弃小屋 结果没有想到 德军正在搜查 他们一众人 算是撞在的枪口上 阿布和丽莎 因为是小孩 被安排去劳作 而他们其他的亲人 则被德军抓走 关进了毒气车中 不知所踪 也从此有无音讯 失去亲人的他们 陷入无尽的恐慌 尤其是丽莎 她的脑海中 一遍遍回忆着 亲人被抓的场景 在转移的路上 汉娜被相熟的 德国军官认出 她终于被带回了家 可她仍心有余悸 不敢开口说话 阿布和丽莎 还是被安排 跟其他小孩关在一起 但德军士官 受汉娜一家嘱托 对她俩 还是有所照顾 又恰逢德军首领 希特的生辰 军官还欣赏 汉娜的音乐才华 要求她在当天 演奏表演 为希特的庆生 汉娜父母 对于德军的杀戮计划 有所了解 也出于汉娜的主动请求 他们向德国军官 推荐了阿布和丽莎 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次表演 得到免死的特权 可是表演前夕 德国军官突然找到丽莎 并对其进行恐吓威胁 年幼的丽莎心思敏捷 且没有亲人在身边 她非常害怕 德国军官 一直向他们要求完美 并强调 只有完美才能得到特权 以至于在场上的时候 丽莎一看到台下军官 淋漓的目光 脑中就不断闪过 那些恐惧的记忆碎片 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丽莎慌了神 最终还是在表演过程中 出现重大失误 而反观 阿布完美的演出 结果响而易见 只有阿布得到了生的权利 丽莎也如她之前所言 去寻找她的亲人 再也回不来了 自此 回忆结束 他们也重新回到儿时的小湖边 湖水扔波光淋漓 战桥却已破败不堪 早就是物质人非了 汉娜也知道 阿布之后 再也没有碰过小提琴 两位神童 也终究难逃战火的摧残 或是泯灭的天性 或是失去的生命 但这凄凉之下 仍存新生的希望 汉娜 终是成为一代大家 延续了三人的音乐之梦 一旁的孙女 好奇地说道 这里有鱼 是啊 这狐狸还有鱼 一如他们曾经的童真 还未消逝 他们新生的希望 还在延续 但曾经战火带来的伤痛 真的能被彻底洗礼放下吗 那些被权力牺牲掉的 无辜人民 无辜儿童 那些被摧残掉的 天才神童 那些战争的伤痛 注定只会永远被铭记 他们也在时刻 警醒着我们 要珍惜现在 要时刻对历史有所反思 避免重蹈覆辙 诚如丽莎当时问的 为什么会有战争 阿布回答道 因为大人都是白痴 在孩子的世界里 一切总是那么美好 那么简单 而成人世界里的复杂纠纷 不仅会带走人性里的真善美 还会让孩子们的唇尖蒙尘 让孩子成为战争流血的牺牲品 因此 让我们引以为戒 反思历史 重拾初心 共创美好 不要再去破坏 孩子们那一片梦想之意 展翅的天地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